莫妮你好 哈喽大家好 那莫妮一开始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这本书主要是你在日本住一年的一个观察 对不对 对 2018年为什么会去日本 其实是在 就是在台湾其实工作一段时间 那想说改变一下生活 就是因为上班子太平淡 想说改变一下生活 然后才想说 那就去申请一下那个打工度假的这个计划 然后就想说看 有没有机会可能就是去外面走走看看这样 然后就刚好就是申请过 那就也就是去日本 打工度假这样一年 你在日本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去我日文没有 不是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找的工作是那个房屋人员 就是在饭店里面的那个 对对对 OK好 那后来是怎么样开始有兴趣做观察 然后透过自己本身设计的专程把它画下来 因为我大学是读设计科系的 那以来都是很喜欢画插画 然后就是想说去日本的这段期间 也是想说可以记录一下日本的生活 然后用插画的方式把它画下来 就是刚好回来台湾的时候 都有一直在分享日本的生活 然后有一部分也都是透过插画的部分 图像的部分 然后在我的粉丝团或IG上面做分享 然后刚好也是有出版的时候 就是来邀约才有这个机会 所以你那时候就边创作边发表就对 刚去的时候是还没有就是 还没有那么密集的 就是在那个分享日本的生活 是后来后半段或者是回来台湾的时候 才有比较多的时间画插画然后分享这样 所以你本来一开始的观察是做什么样的记录 回来才画的吗 在日本的话其实就是先用文字记录一下 可能去哪里玩或者是遇到哪些趣事 可能就是像日记的方式这样子 用文字先记录下来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会开始看去哪里 拍过哪些照片 其实就是会透过一些照片 然后文字的部分才让我可能 回来的时候有回忆当初去了哪些地方 然后才开始画这样 就回来再透过照片回顾就对 对对对 那你这个一年的时间回来是因为这个打工到期吗 对对对 那这本书呢总共分为八个面向 八个场所的一个观察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先从电车来开始讲 日本是不是因为通勤时间很长 所以大家很会在电车上利用时间 对对对 那我会分享这一部分是因为 就是在日本就是每天出门就是都会搭电车 然后想说就是一整天或者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都蛮长就是都会 就是我觉得搭电车就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出去就是会遇到电车上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才想说会想要分享电车上的观察 就是你的交通工具也是电车就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上下班都非常的拥挤 对没错就是早上通勤时间 可是大多都是七八点的时候会最可怕 就是真的会像可能电视上看的那样拥挤 甚至我看到还有站务人员把他们硬挤进去的 因为门关不起来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有那个遇过 就是真的是硬挤然后就是已经车门那边已经快满了 然后也是大家就是就是要硬挤上去 因为可能就是不挤上去就是会遲到还是什么的 所以大家就是觉得硬挤 反正就挤得上去能尽量挤就是尽量挤这样子 再挤也要进去就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在车上都在做什么 除了这个看书补棉还有是哪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 通勤时间其实都是看就是 其实大家蛮蛮多都是那种在发呆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表情都是很累的表情 对对 然后或者是滑手机 然后听一个也有看到 也有看到人家的人在看英文单字那一些的 有些也蛮认真的在读一些可能文章那一类的 你讲发呆应该都是上班前对不对 下班后总是快乐一点吧 对下班会比较快可是如果是平日的下班大家也都是很累的那种表情 如果是快乐一点可能要假日的电车上才可以遇到 假日出游才会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在里面也有画很多他们在车上各种不同的睡姿 真的有人累到整个口水流出来 其实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东京大家上班压力都蛮大的 太大了 对对对 然后坐车可能就是他们可能有的就是可能下班放松 然后就觉得不想就是可能利用就是车上的时间补免这样子 所以就很常遇到车上蛮多都是在睡觉的 而且他们为了省房租他们可能都会住的比较远对不对 对对对 用空间来换租金这样子 对因为日本的房租蛮蛮贵的 然后日本的公司其实都会补助那个交通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到路上的一个观察 路上你也观察蛮多一些有一些优雅的贵妇 或者是有一些大叔的穿着这样子 嗯到路上的观察 因为因为会想要写这个也是想说每天出门也是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 像前面就是我有画几幅就是在路上都会遇到一些年轻妈妈的穿着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日本的女生或者是带小孩的妈妈看起来都很年轻 所以我就想要分享这一段就是给读着这样 在日本上遇到的一些妈妈的穿着啊 或者是路上遇到一些可能年轻人的穿着啊 就是分享这一些东西 好那还有一些大叔的穿着 像我有画一些就是有两个就是穿着比较奇怪的人 可是当下就是看到就是觉得其实是有点吓到 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都很自然的 思议为常 对对对 就是自己本身也是觉得就是很正常 可是旁边的人也都不会一样眼光看他们 我觉得可能在日本或者是在东京比较大都市的城市 大家都可能都很平常都是可能很常看到这些东西这样 还是有很前卫的大叔就对 他们穿着可能有点这个花俏一点 对那东京可能大家穿着都比较大胆吧 就是花就是衣服可能都可以很夸张啊 那一类的就是不会穿着比较正式或者普通 就是可能正式的话就是上班族的那种穿着 那如果是就是可能去逛街那一类的 都是会穿着比较夸张一点的 嗯嗯嗯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篇是超市里的观察 然后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打烊钱的特价 你那时候也有做这样的事情吗 有啊就蛮常去的 因为为了减七八点的时候就是 因为有时候也是可能下班 然后刚好经过超市就会 就算没有买东西也会进去逛一下 然后看有没有什么特价品可以买的 可能他大部分都是熟食嘛才会出清嘛 对熟食的部分才会出清 那生食的也会就是可能肉品类的 可能快过期的那一些啊就是可能隔天就他就会过期了 那些他们也会贴贴那个半价的 所以你也你也会去买这些半价品就对 对对对因为在日本如果自己人一个人生活的话 就是省钱的小配方 嗯嗯对而且自己组又更便宜就对 对嗯然后里面有画一个纳豆你喜欢吃吗 我算蛮喜欢的可是因为我喜欢那种他因为那都可能蛮多人不喜欢吃是因为可能他有一个有点一个发酵的味道 然后还有他的粘稠感 粘稠感对对会觉得很恶心 可是我是喜欢他的那个粘稠感就是加一点点可能黄芥末或者是酱油的话 他配饭吃的话我觉得蛮滑顺就口感会变成很滑顺的那种口感 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 哦就是稍微搅拌把它稀释一点就对 不要那么浓稠 对对对好吃一点 然后或者是调味一下 其实他那一种发酵的味道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用别的味道来改 对对对 好那里面你还有画一些水果 你到那边有没有发现真的是他们的水果比台湾贵非常多 对贵蛮多的好几倍 因为其实就觉得在外面就是很想要吃一点水果 或者是补充一些维他密西亚那一类的 所以就是每次去买水果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那么贵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比台湾便宜的水果种类有哪些 如果要说便宜的话可能就是草莓吧 因为草莓台湾是卖的都蛮贵 然后日本的草莓就是可以 如果是冬天就是那个产季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 盛长期的时候 草莓那个那个时段就会比较便宜 在日本 草莓比台湾便宜对 台湾大概一斤要一百多块 甚至两百也有 然后还有水蜜桃也是 水蜜桃台湾也都卖很贵 可是他们那边可以买到 可能超市他就可以买到比较便宜 然后又不会就是还不错吃的水蜜桃 因为台湾的水蜜桃都蛮贵的 所以可能他们水蜜桃跟草莓种的比较好吧 比较多 有可能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 你还有观察一些他们的祭典对不对 特别的祭典来介绍一下 祭典的话 祭典就是比较偏文化的方面 然后因为我其实就是蛮喜欢 比较有历史或者比较老旧文化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日本如果有什么活动 或者有什么祭典的话 都会可能有时间的话 就会过去看一下 就是看到活动就会很兴奋就对 对对对 这是可能 有关 比较有关日本文化的一些活动 就会想要找时间过去 可能凑一下热闹 或者是看一下他们 有什么跟台湾不一样的东西 不过他们不同的祭典 还是有一些特定的表演 对 对他们的祭典主要可能夏季 夏天的话会比较多 然后像我自己就是有分享一些可能 像有分享到台神教的这部分就是 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他们祭典 可能都是在表演什么 可是就是会觉得台神教就是一群日本人就是会穿着可能有关于祭典的一些服装 然后穿着就会叫日本风格的那种 和式的 对对对比较日式的那种衣服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很特别 然后就一群日本人然后台神教就是很热闹的感觉 就其实有点像台湾的庙会的 可是他们居然是露大腿 对他们是露大腿 就是而且有的都是那种短 里面的短裤都穿超短的那一种 就是他们有他传统的衣服 对就是可是有些也是会里面会穿个内大裤 可能比较害羞的人就会这样穿 可是可能以前的人可能真的就是都是露大腿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章节是讲到拉面店的观察 这个日本拉面店非常的流行 而且好像是一个很平价的美食 对不对对他们来说 对对对 因为在日本就是你可能日出都可以看到拉面店 就是又很方便 然后拉面价格在日本来说就是可以比较 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贵的食物嘛 对对对 就是可能比较平价 然后又可以填饱肚子的料理 所以我就是很不想自己煮的话 我就是可能蛮常会去拉面店吃的 然后吃拉面是不是真的都很用力的吸啊 其实我觉得日本人就是蛮多会这样 可是就是不是大多的人都是这样 可是就有一次也是在跟朋友讨论说 日本人真的都是吃面都可能就是都会吸得很大声嘛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隔壁就一个就是可能一个上班族就是突然吸面吸得很大声 然后我们自己也吓到 被他的声音吓到 对对对对真的有耶 就是我们自己也想说真的会吸那么大声嘛 结果就是自己也遇到隔壁的人就是真的是吸那么大声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 自己也想要试看就是可能吸很大声看看 就是有没有办法办到 可是真的觉得吸很 就是好像没那么容易 就是要技巧 对对对 而且会喷得满脸都是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对对对对真的吸的话就不容易了 对 而且我相信这个是他们传统的一些文化 可是现代的应该还是有很多人不好意思的 对我觉得好像没错 而且好像都是男生比较多 女生真的吃还是优雅一点的吃的 好这是在拉面店 你在那边有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拉面 其实我在书里面介绍蛮多 就是都是我觉得蛮好吃的拉面 然后我都有画在书里面 其实我自己也是想要把这些吃过好吃的拉面 记录在这本书 然后可能以后自己也可以看 然后也是分享给读者们看 可是为什么他们这个都会比较咸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汤 他们汤可能就是主要都会想要做的比较浓郁一点 对啊 然后可能是因为汤要做咸一点 然后搭配的面这样子吃就是会刚刚好 然后只是说我们每次料啊 面吃完的话 汤通常他们是不会把它喝完的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也本身也觉得太咸 那接下来讲到前汤啊 前汤的观察你也有去泡吗 有啊就是蛮喜欢去日本泡汤 前汤的理由哪一些 你说理吗 对 我想一下因为如果是泡汤的话就是 一般都是先洗澡嘛 对对对就是要把身体洗干净 而且一定要全裸嘛 对像台湾都穿泳衣这样 就没办法像台湾都要穿泳衣 他们就是要全裸 然后进去前就是要先把身体洗干净 像毛巾那一些就是不能放进去那个浴池里面 就是你泡的时候就是不能 就是不能把毛巾放进去 放在里面水池里就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女生的画头发 就是都要绑起来也不能就是泡在水里面 不能散发 对对对对 可能会有那个头发掉下去 清洁的问题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像那个他们温泉 不是温泉算是 反正就是前汤他们不是都会有那种蒸汽室吗 或者是烤箱 然后我有一次是就是进去烤箱之后出来 然后因为就是都要把身体的可能你出来的时候就是旁边他会有一个水龙头 要让你把身体可能汗水啊 都要冲干净 再把它冲干净 对 才能再进去浴池里面 可是我有一次就是不知道 然后我就要踏进去浴池的时候被那边的泡泡 就是阻止了这个食用 说你要先进去先去那个把身上的汗水冲一冲才可以再进去 你进烤箱你身体会逼出很多汗 然后要先把它冲干净才可以再回到这个汤池里 不能够直接下去 这个是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回事 然后就是做错做了一个错误的事 所以他们还是很保持所谓的卫生跟干净就对 一定要干干净净才能够下去泡 对对对 那我就遇到这种状况 对前汤的一个观察 那最后一篇你讲到的是居酒屋 居酒屋的话就不一定是男性为主对不对 对其实日本的女生其实也蛮多都会去居酒屋 日本女生还是蛮压抑的 反正整个日本人都很压抑就对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他们的上班压力太大 而且你看他们不是动不动鞠躬就要90度吗 对然后都很有礼貌 对对所以可能也是下班的居酒屋就是他们不管男女生的一个休闲 对对对 所以去的时候就是不管男生女生都都也都蛮多的 然后也蛮多年轻人的就是可能大学生那一些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除了小孩不能进去 其实蛮多都都可以看到日本多人在里面 所以这也是算是很一般的消费就对 对 所以一般上班族也会下班常常去 对或者是跟同学上班的同事聚餐 或者是可能跟客户什么的 他们就是很爱居酒 最后你自己有没有在计划第二次的出国 就是像这样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打工度假 目前可能没有打算 因为会去打工度假也是因为想说想要出去外面 调整心情就对 对调整心情 然后也都没有在可能别的国家或者是待过一段时间 然后想说日本其实也蛮喜欢日本的文化 然后因为我是读设计 然后觉得日本的设计其实也都很喜欢 所以才选择想说那就去可能文化又蛮接近的 然后又不会太远的地方去放松或者去看看外面的事 所以等于你那年已经充电够了 差不多 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才 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插画画的部分 所以才回来想说那就是继续画图 看还有没有什么用画图的方式跟大家见面这样 所以你现在FB还是有定期在po文吗 对 你自己有做一些文创吗 文创部分没有 就是可能会做一些自己的商品 就是可能也是用插画的方式 做一些像明星片或者是我去年 今年就有出阅历 把日本的一些可能风景画 积成那个桌上型的 对对就是桌历阅历那一些 我今年就有出 所以现在还在摸索当中就对 现在文创商品还没有太多 对没有太多 然后就是可能还是想要分享一些插画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画一些有故事性的东西 因为想要如果是插画的部分 就是想要画一些比较生活方面的东西 今天非常谢谢Moning为大家介绍你的新书 《日本观察日记》 然后东方出版 好谢谢Moning 好谢谢